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要给大家播报的是一些可能 比较不是特别好 有点可惜的消息 大家但是也不要太伤心 就认真听 也许也会看来得到不一样的消息哦 近日啊 Bron Eyes Girl的家人成员呢 在自己的SNS上 发表了一则新闻 表示说她的男友的朋友呢 向她一直劝导说 稀释大麻的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一经发表呢 也是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 不过最近啊 韩国本土好像关于大麻的这个消息 非常非常的多 那呢 家人呢 也表示呢 自己并没有吸食大麻 她也会认真接受警方的调查 希望这件事可以赶快过去 我们的家人小姐姐 也可以赶快站在舞台上 那说完刚刚一则 非常激动人心的新闻之后呢 现在这一则新闻 我们天鹰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不想说 我要走了 开玩笑的啦 那其实呢 这一则新闻呢 也是非常的让人伤感 就是Sista呢 在七年之后 宣布解散了 大家也知道啊 每到夏天啊 大家最期待 就是Sista可以发表新歌 那这一次呢 虽然Sista也是发表了自己的最新专辑 但是呢 也伴随着她们 七年之后要宣布解散的消息 但是这一次的新歌 Lonely真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听 希望大家还是要继续多多支持 我们的Sista小姐姐们 希望以后啊 在每个夏天 还是可以各自听到成员们的新歌 期待你们的表现哦 OK那今天的最后一则消息呢 也是来自我们人美 身材又好的Yui小姐姐 那我们的Yui呢 近日呢 也是跟自己的所属社 结束了相关的合约 她也宣布呢 自己将退出 After School这个组合 那未来呢 也会有更多的发展 不过呢 在这次退出这个组合之后呢 我们的Yui小姐姐也是在网上 发表了她自己的亲手信 表示呢 非常感谢这八年来 跟After School的成员们一起的回忆 她也感到非常的幸福 当然她也表示啊 非常感谢自己的社长 和工作人员们 一路辛苦的付出 那我想啊 我们的Yui小姐姐 无论是在唱歌 还是跳舞 还是影视剧方面呢 都会有非常非常好的发展 希望啊 喜欢Yui小姐姐的粉丝们 还是可以一路支持我们的Yui 未来啊 Yui一定会给我们带来 更多的作品 好啦 那说完了不好的事情呢 我们把刚刚不好的全部忘掉 接下来所有的新闻啊 大家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因为啊 都是非常好的消息哦 呼呼 好啦 那现在呢 我要带给大家第一手资讯呢 是G Dragon啊 在6月8日 发表了她自己的solo专辑全智龙 哦 这次GD O爸发表的这张专辑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听呢 还是像我这样子 每天都在循环的听 那这次啊 全智龙发表了这张专辑之后啊 立马席卷了韩国各大榜单 不仅啊 是在韩国国内 在全世界啊 都引起了轰动 特别是在中国最大的音源网站上 QQ音乐 下载量已经超过了100万张 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 那希望啊 各位观众也可以多多支持 我们GD O爸的专辑 大家一定要多多收听哦 快听 好啦 说完我们的GD O爸 我们现在来要说说 我们的国民女生李孝丽 呼呼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 都特别特别喜欢的李孝丽呢 可是非常的可惜啊 李孝丽已经四年没有回归了 但最近啊 根据相关人士指出 李孝丽将在7月初 带她的新专期回归大众的视线 大家一定也向我非常的期待吧 那李孝丽自己呢 也表示非常期待这一次的回归 她自己呢 现在也在 她也出演了无限挑战 跟孝丽的民宿 一些综艺节目 希望大家可以 在综艺节目先看到她的样子 再更期待她回归的表现 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期待哦 笑你有你 快听 好啦 说完了这上一则新闻呢 我们现在又要说一群小帅哥啦 那就是我们的防弹少年团 他们近日呢 参加了Bron Bro的公告牌的颁奖典礼 他们也在这次颁奖典礼上 获得了最佳社交艺人奖 打败了无数外国艺人 可以说是非常厉害 那我们的防弹少年团呢 最近也是人气非常的火爆 在YouTube上面 大概有六支MV 超过了一亿的播放量 我想说一亿的播放量 大概是有多少人看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希望我们的防弹少年团呢 未来也有更多更多的 好的歌曲带给大家 那近日呢 防弹少年团也是正在火热的 准备自己的演唱会当中 虽然天音啊没有看过 防弹少年团的演唱会 但是想想呢 应该是非常的好看 希望防弹少年团的粉丝都要多多支持哦 GoGo 那接下来啊 又是一则令人非常非常幸福的消息 就是我们的李尚宇和金素颜呢 发表了结婚宣言 他们在六月九日啊 举办了他们的结婚典礼 真的是非常的幸福 天音啊 在网上看到他们的结婚照片 觉得哇 一个帅一个美 太般配了 这样的人啊 怎么能不结婚呢 所以说啊 大家一定要多看韩剧 多学习韩国欧巴和韩国欧腻的穿搭 这样啊才能找到非常帅气的男朋友哦 那天音也在这边呢 祝我们的李尚宇和金素颜姐姐 也可以有很好的未来 也可以希望他们一路幸福 耶 OK Next We are talking about Spanish breast 那小甜甜布莱尼呢 近日在韩国要开他们的首次单独演唱会了 那这一次小甜甜呢 是出道18年来啊 第一次在韩国开演唱会 可以说是引起了歌迷非常大的轰动 那三号四号呢 小甜甜布莱尼也是在日本开了她的首次单独演唱会 吸引了大概三万人左右的人观看 哇塞 我觉得小甜甜布莱尼都已经这个年纪了 还可以有这么有活力 天音也是非常非常的羡慕 那希望呢 小甜甜布莱尼这一次在十二的演唱会也可以非常的成功 来告诉我告诉天音 有谁要去看的 举手 好啦说完我们的pop singer呢 我们现在要说回我们的kpop女神 也就是我们的少女时代的队长泰妍 哇泰妍啊最近也是自己频繁的活动在她的solo专辑之中 那她在台湾在泰国等等亚洲国家 也是发表了自己的单独演唱会 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歌迷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呢 不过啊 听是觉得泰妍的嗓音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 那这次她的单独演唱会呢 也是非常非常的成功 也是一票难求 创造了非常非常多的记录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泰妍小姐姐 还有她的新歌新专辑哦 那我现在为什么突然唱歌呢 因为啊 这次现在在韩国非常火爆的这个节目 produce 101 season 2呢 正在非常火爆的进行当中 那上一集啊 是通过非常活泼可爱的小姐姐们 那这一季呢 就是让人流口水的小鲜肉 我看到了哦 不要在荧幕前面流口水 好啦 先不开玩笑 那这一次在6月9号播出的 最新一期的节目当中啊 发表了前20名可以进入 出道平价舞台的选手们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竞争激烈 那最高的收视率啊 是发生在第一名发表的时候 那这一次第一名呢 就是我们的小豆丁 King Summer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那呢 经过这一次发表之后呢 虽然有人淘汰了非常的可惜 但是啊 还是未来会有更多的发展 当然啦 我们也希望可以有更好的表现 那这些接下来的日子啊 请大家一定要锁定 6月16号的最终站 大家是不是非常期待 谁可以出道呢 那就一起看吧 pick me pick me 那这一周啊 也是发生了非常非常多的新闻 不知道大家在刚刚的播报当中 有没有看到自己心仪的idol呢 那天音啊 希望啊 大家无论是自己的idol 发生了好的事情 还是不好的事情 都可以跟随自己的心 一路支持自己喜欢的偶像 因为啊 偶像站在台上的时候 就是希望你可以站在台下支持他们 那今天的天音 带你看韩语就到这边咯 这边是 Music in the sky 天啊下TV 下次见咯 拜拜